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們又回來了 小阿里又來了 教大家運動過年動移動 好那今天我們要訓練的這個動作呢 是腹部捲曲 腹部捲曲的動作呢 會訓練到我們的腹直肌 還有我們的腹內外斜肌 對你的腹部雕塑呢 有非常大的幫助 他呢為什麼今天不教大家做仰臥起座 因為仰臥起座動作呢 會有很多的人很容易受傷 還有人會過於壓迫你的脖子 所以呢今天呢 沙莉呢跟大家分享比較安全 又容易上手的腹部捲曲這個訓練動作 好我們開始囉 首先呢一樣要準備一個瑜伽墊 然後呢仰躺在瑜伽墊上面 然後屈膝層90度 腳與肩同寬 屈膝層90度 好躺平 那一開始的起座動作呢 你可以做 把你的雙手放在你的耳朵旁邊 耳朵旁邊會比較安全喔 有的人還是會習慣放在脖子後面 或者是頭後面用頭去壓 我們都放在耳朵旁邊 甚至你也可以就是雙手合十 然後指向天花板也可以 好這樣都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那一樣呢我們先做雙手 放在耳朵旁邊 打開放在耳朵旁邊 然後呢一樣呢我們呢平躺 整個腺平躺在你的瑜伽墊上面 好然後當你出力的時候呢 你要用你的這個地方 腹部你的這個上腹部用力的往上捲起來 下巴縮緊 下巴微微的收下巴就好 不要過度於往上捲 也不要過度於的壓你的下巴 對脖子都會有很大的壓迫 好那一樣呢我們開始囉 準備動作的時候 起身的時候呢 讓你的上面的這個肩呢 微微的離開你家面上面 然後用力的時候呢 配合你的呼吸 然後呢把這個上面的這個上腹呢 用力的這樣子出力 然後呢把你上肩一個整個人抬起來 一 呈現這樣子的姿勢 好 回去吐氣吸氣 回去吸氣 用力的時候吐氣 吸氣 好 吐氣 吸氣 好 那一樣呢 呃 只有上面的這個肩 微微的離開瑜伽墊 然後用力把這邊的橫膏膜的地方 你會透過腹式的呼吸 腹式的呼吸把它往上抬起來 吸氣 好我們再做兩下 吸氣 透過這樣子的訓練呢 你就會訓練到你的腹直肌 還有腹內外血肌了 希望各位朋友們過年不要吃太多的美食喔 還是要解釋一下 因為過完年之後呢 我們就要準備迎接夏天的來臨了喔 4itte 1 タグ 1 2 2